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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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经过三道难关 当然不是公主亲自赏赞 而是有世昏格格 专门检验准驸马那方面行不行 世昏格格体验过后 会专门出一张分析报告 再让皇室决定 这公主到底嫁不嫁 不过传说 这世昏格格都是黄花威女 没有比较 就没有伤害 所以驸马也不要太过担心 明朝和清朝公主出嫁 身边都会带着大保姆 为了节制公主的夫妻生活 驸马要想和公主亲热 不仅要得到老婆同意 还要得到这大保姆的同意 要是不给钱贿赂大保姆 大保姆就会阻拦 性生活什么的 想都不要想 就算驸马搞定了前两个难关 马上准备进入正题 然而这个大保姆还规定 驸马和公主为爱鼓掌 还不能超时 不能超时 不能超时 只要是被选中当驸马 驸马这一家子都不能做官 美约只能领的一份朝廷薪水这么穷 还怎么睡公主 如果公主先挂掉 驸马连公主府都住不了了 那可能有人问他 那要是驸马受不了 出轨了怎么办 唐中宗的女儿移成公主的驸马培训 就是在外面包养了一个小三 结果被原配知道 后就把这小三抓起来 包掉脚 三马门一块皮 又包掉渣男额头一块皮 最后再把包下来的两块皮交换位置贴上 这也给后世驸马喜到 一个杀鸡儆猴的作用 移成公主 驶封义安郡主 下驾培训 训有避书 主慧 欲而以鼻 切断训发 新唐书所以在古代当驸马到底有多惨 表面上是个高级皇家种马 其实背地里明明有老婆 却没有性生活 最后真还要说一句 作为二十一世纪优秀的男孩子 其实你们很幸运 因为和悲惨的驸马相比 你们不仅没有性生活 也没有老婆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